中共官媒《人民論壇》雜誌的一項調查顯示 有七成中共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 主要是擔心工作疏漏和醜聞被曝光 微博金封殺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江蘇宜星時事評論人士張建平分析 這表明即便是中共當局的法規 絕大部分官員都沒有依法執行 擔心被問責 北京市民蘇先生認為 中共官場五官不貪 而中共迫於輿論有時也會查處一些官員 但這都是為了維護起一黨專制的政權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、張丹霞、劉芳採訪報導